佳謙說到當時不是跟你那麼熟悉時 其實從一個訪問 就已經可以見到你最內在 可能某一塊需要去照顧 需要給愛 結果寫了這首歌 所以這個人很細心 對 還有你身邊的朋友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留意 也是的 因為其實這首歌 除了林佳謙作曲之外 其實也有三位其他朋友參與這首歌 就是有南逸邦寫這份詞 有周石漢Randy Chow去監製 還有有一位叫莊少榮的人 他跟我一起去挪威拍這首歌的MV 我就跟他說 收到林佳謙這首歌 我很想保留 Everything is alright, Love is always inside 其實我跟阿邦吵架 不知道 我們約了出來在我家 聊了通宵一晚 我們兩個都哭了 一直聊 就是因為我們爭吵 我說我感覺聽這首demo的時候 有隻手伸出來摸我的頭 告訴我 Everything is alright 他就很堅持說 這個世界不會有一個人 伸手出來告訴你 Everything is alright 沒有這件事會發生 只可以是自己安慰自己 或者自己救自己 然後他這樣說 其實也是 或者那隻手 不是真的一個人的手 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哭呢 因為我們兩個可能都有說一些經歷 還有自己的堅持 其實對方是很緊張大家 我們兩個都是雙子座 都是比較激動 真的用淚水做出來的 這首歌詞 我也同意阿邦邦那件事 可能真的沒有人 或是第三者伸手出來 但是那隻手是在的 尤其是那隻手 由我們自己伸出去 其實不是伸出去 是伸進去我們的內在 去撫平我們的inner child 即是那個小朋友 原來可能被忽略了 或者那個小朋友 原來孤單了很久 我們就這樣出去拼搏 不斷出去到處飛 很累 但是那個inner child 其實在裡面等著我們自己 我是第一次拍攝 我完全沒有看playback 我是完全信任 一萬的percent信任 出來一定會很好 那也是這首歌的 我覺得它的核心 就是要去放手 要release 要釋放 那樣東西是 go with the flow kind of 那我現在合不合格 現在很好啊 一百二十分 Good pick 還有我想說 就是它的聲音 我覺得那時候寫 是 我又想著 Sam Smith的歌 因為我覺得 他的聲音 某些特質是有點像Sam Smith 你不是第一個跟我說 我之前跟Sunny 高佬 是呀 我沒有跟他 我們必有兒童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你唱 Sam Smith那種 心情歌 但他那種是有些R&B 有些Group的歌 那種是很適合唱的 謝謝你 所以我寫了這件事給你 我記得 你欣賞 我 你 你好